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 就是最近两岸最常讨论的一个话题 美国抛弃阿富汗之后 看着美国人把阿富汗利用完之后 就毫不犹豫的抛弃了自己扶植20年的政权 整个台湾就弥漫了一种吐死湖背的情绪 导致蔡英文都不得不亲自出来解释 台湾和阿富汗不一样 台湾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阿富汗 台湾未来会不会被美国抛弃 我个人的观点 这个话有一半对一半不对 对的就是未来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 抛弃台湾绝对会和今天一样毫不犹豫 不对的一点就是台湾对于美国的利用价值 不像阿富汗一样被炸干了 所以美国还是不会轻易放弃台湾 对大陆来说 如果把美国对台湾的保护 简单的类比为美国对阿富汗的保护 然后可以轻而易举的下跑美国收复台湾 那我们就想的太简单了 下面我们就具体谈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台湾会不会被美国抛弃 就台湾来讲 台湾内部认为美国一定会保护台湾的原因是什么 主要有两点 第一就是台湾有些人 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 觉得台湾是美国民主的前沿阵地和堡垒 美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 就和当初美国会死保日本对抗苏联一样 它是有点传统的冷战思维 另一方面 台湾有很多对美国非常重要的产业 比如被台湾人称为护国神山的台积电 有一种说法就是 如果中国拿下台湾 就掌握美国的重要产业命脉 所以美国必须保护台湾 这两种说法呢 当然有一定道理 但是能不能构成美国 不会抛弃台湾的充分理由呢 首先最简单的方面来说 美国要武力保护台湾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美国首先得有这个能力 就是无论美军牺牲得大 你得有在台湾击败解放军的能力 但是现在来看 这个对美国来说是越来越难 无论是大陆 还是说美国自己的很多机构评估 在第一岛链之内 美军已经无法战胜解放军 尤其是随着时间的退移 解放军的优势也会越来越明显 所以就是美国人对台湾再好 再不法牺牲 他也不会傻到 来参加一个打不赢的战争 对于台湾自持的两个理由 就是民主堡垒和护国神山 首先从今天阿富汗的下场 以及之前越南 菲律宾等等先例来看 就是当你对美国没有利用价值时 美国抛弃你绝对有 绝对不会有一丝含糊 越南对美国来说不是民主前线吗 阿富汗不是美国的民主前线吗 那么为什么说抛弃就抛弃呢 所以别人的民主人权在美国心里远没有那么重要 除非说那个国家对美国自己的利益也是至关重要 以前美国反恐需要阿富汗时就全力推翻阿富汗前政权 等反恐结束了 阿富汗扶植的政权就成了美国的包袱 他早就要想方设法把阿富汗甩开了 至于说台湾所谓的护国神山 就真的能护住台湾吗 我们看美国现在就是已经想方设法 威逼利用台积电到美国设厂 要把半导体产业链迁回美国 就是他现在已经开始做台湾被大陆控制之后的准备了 这一点当然来说美国确实眼光长远 但是你现在就开始未雨绸缪 那就是你已经准备好失去台湾的准备了 他这一点和蔡英文每天演练逃亡一样 你要是真的不怕大陆要和台湾顾村王 那么你就应该破釜沉舟 而不是说36G走位上级 另外一点就是目前的情况下 台积电虽然很重要 但是还没有到不能替代的地步 美国就算失去台积电 但是还有英特尔和三星可以代工 就算是不让大陆得到台积电 只要我们收复台湾后 它不卖台积电光刻机 还有半导体材料 就足够掐死台积电了 没必要说帮助台独死守台湾 所以从上面这些点来看 台湾命运和阿富汗很可能是一样 就是在解放军武力进攻的时候 被美国抛弃 但是另一方面 大陆很多人把这个事情看得也太简单了 就是觉得美国一定不会去台湾 只要解放军一出动 美国就会和从阿富汗逃跑一样 从台湾迅速出生 美国直接出兵台湾的概率虽然很低 但并不代表美国 它不会采取其他行动来阻碍干涉大陆收复台湾 这就涉及到了台湾和阿富汗的不同点 不同点在哪里 就是之前说的阿富汗对美国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塔利班重新执政又能怎么样呢 他不能真正卫习到美国的安全 所以继续保护阿富汗已经没有什么利益了 但是台湾不一样 台湾依赖美国保护他的安全 但是反过来 美国也需要利用台湾对抗大陆 就这一点来说长期都不会改变 尤其是今天 美国已经开始 把中国当成真正的对手 甚至敌人来对待 所以美国不会像放弃阿富汗一样 去放弃台湾 只是说美国干涉的目的 它不是为了保护台湾本身 而是说千方百计 利用台湾给中国造成伤害 所以如果我们盲目的认为 美国就是纸老虎 反而会出问题 就好比之前美国制裁华为 一堆大陆的专家媒体 整天说美国不敢真正制裁华为 华为每年从美国买几百亿美元的产品 制裁华为就是两败俱伤 今天来看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误判 今天美国不但告诉你制裁华为是真制裁 而且还不断加码 甚至随意修改法令 直到把华为制裁的山穷水尽 你说美国制裁华为伤害到美国了吗 确实伤害到了 但是为什么美国还是要铁了心 彻底制裁华为 因为美国把华为当成了能真正 威胁到美国利益的企业 回到阿富汗问题上也一样 如果说塔利班的存在 能够继续威胁美国 美国不但不为撤军 还会更加疯狂的加码打击塔利班 现在的台湾已经可以看到这个趋势 就是以前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是尽量避免冲突 比如以前陈水饼不断挑起冲突 就被美国当成麻烦制造者去警告 美国之前也是更加倾向于能够维持两岸和平的国民党执政 但是现在美国显然是已经站在不断挑衅大陆的民进党一边 而且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加码 干涉台湾越来越名目张胆 比如说不断派军事飞机降落台湾 美国国内的一些政治人物 媒体甚至炒作 美国要承认台湾 尤其是美国撤出阿富汗本身 就由美国收缩在其他地区的力量 然后集中对付中国的这个意思 所以美国现在是越来越重视台湾在对抗中国中的作用 而不是像阿富汗一样 是一个运往了的没有用处的饥乐 所以如果我们决定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美国一定会竭尽全力利用这个事情来打击中国 虽然台湾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在其他方面美国有非常多的操作空间 比如军事上 它可以封锁中国在马六甲海峡或者印度洋的航线 解放军是有能力在台海击败美国 但是你有能力在马六甲或者印度洋上击败美国吗 或者是美国借机裹挟盟友对中国进行进一步的制裁 因为美国自己在经济科技上打压围堵中国有点力不从心 它最重要的盟友欧洲又拒绝着战队 但是如果中国大陆武力收复台湾 那么欧洲就很难有借口拒绝美国 那中国能成功面对整个世界上最先进地区 也就是欧美日韩同时的制裁吗 我们能把这个伤害降低到什么程度 上面这些事情都是很可能发生的 不要觉得我们有很多反制措施 美国不敢在台海冲突上做牺牲 如果美国以自己相对娇小的牺牲 换取了对中国更大的伤害 从而赢得在中美竞争中的优势 美国一定会去做的 我们千万不能小看美国这个国家 因为美国确实是一个非常伟大 非常有远见 有眼界有执行力的国家 而且关键时刻它绝对不是说 像我们说的那样怕死怕牺牲 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 提前准备 而不是说盲目的乐观 天天鼓吹美国人怕死 解放军一到美国人就跑了 它就像现在的华为一样 之前天天鼓吹美国不敢两败俱伤制裁 等到美国打破常规真制裁你了 你再开始搞内循环 重新建立半导体供应链 它已经就显得迟了 收复台湾也一样 一定要提前做好方方面面的准备 我们收复台湾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它从来敌人不是台湾 它其实一直是美国 所以以后只有当我们真正的在 对美国的全世界取得优势 或者军事时 出手解决台湾问题才有意义 感谢观看